各位朋友大家好 欢迎您收看小马视频 我是小马 今天再给您分享一期Node.js的视频 不过在分享之前 首先我还是先感谢一下 能够开通我YouTube频道会员的朋友们 您的支持是小马一直做下去的动力 真的是非常的感谢 好 那咱们开始今天的主题吧 什么内容 大家请看我的标题 Node.js Playwright 美女爬虫二 还有没有咱们爬不到的东西 是这样 我曾经做过一期视频 大家看这个位置 叫做Python美女爬虫 咱们去爬一些个网页的图片 当时使用技术相对比较简单 咱们无非是下载到网页的内容 然后分析里面的image标签 然后进行爬取下载美女图片 应该说是下载网页中的图片 这个技术其实有些限制 因为现在有很多的网站 采用的是后渲染技术 也就是说 它网页中显示的图片 一开始是不写在网页当中的 它等网页加载完成之后 启动GS脚本 然后再去装载图片 那么咱们如果遇到这种技术的网站的时候 咱们如何爬取它上面的图片呢 这个就是咱们今天要给您讲的内容 好咱们先看一下今天的知识点 其实就一个咱们采用playwrite 最近一直在做playwrite 咱们用它来爬取网页图片 现在就可以爬到了 咱们今天用有头浏览器进行爬取 该怎么做 咱们马上开始 首先说我今天的课程代码文件 都会分享到我的小马部落会员专区 有兴趣的朋友 您进我的专区下载代码 好不好 OK 那么咱们开始 今天咱们使用的技术是微软公司的playwrite 这是官网给您访问一下 这是我的官网 走 不过我的这个恐怕video.com 我准备重新的再重新的编写一下 这个有时候现在这个网站有点简单了 大家请看playwrite 做的也是非常简洁的一个网站 非常非常的流行 我准备采用它 给您爬取后装载图片的网站 该怎么做 好 接下来再给您看一下 是这样 为什么今天会有这个需求 是因为在我的这个discord上 有一位朋友给我留言说 他说我当初的美女爬虫 不能爬到这个网站的图片 我呢 我赶紧给人回答吗 对吧 我说因为他不是美女 所以说没爬到 其实这是开玩笑 其实他是用的是一种后装载技术 咱们看一下这个网站 美不美女 咱们应该是都能爬到 大家请看 这个网站 他其实咱们打开他的这个网页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怎么还打不开了 我看看 打开他的原代码 这个原代码怎么打开它 好 打开原代码 然后咱们点击Ctrl 然后呢 找image标签 大家请看 根本就没有图片的信息在里面 对不对 那么既然没有图片信息在里面 咱们当然爬不到这些个信息 那么该怎么办 其实大家请看 它是有图片的 对不对 那么咱们怎么爬到这些内容呢 这就是我要给您讲的今天的这个技术的技巧 好 那咱们马上开始爬到这两个美女 对吧 这两个美女 是吧 爬到他们 怎么爬 咱们往下看 这皮肤一看就是加了那个 那个 这个肌肤 那个叫什么皮肤美容 是吧 现在那个 那个怎么念叫 美颜技术 对吧 这一看这个皮肤就加了美颜技术了 这不管 反正吧 咱们就爬它一爬 该怎么爬 马上开始啊 首先我呢 准备在本地 咱们建一个node.js的工程 马上开始做啊 大家请按照我的课件的步骤 Let's go 先建一个文件夹 买app进入 然后初始化一个node的工程 没问题吧 然后清一下屏 接下来咱们安装咱们几个必要的包 首先playwrite 咱们呢 抓取网站 然后呢 分析里面的内容 然后等网页装载完成 咱们需要有一个等待的过程 所以说呢 今天会用到playwrite 一般是做不到啊 然后用这个chair.io 这个呢 是分析网页的内容 然后xio 这个axos 这个呢 是下载网页的图片 好不好 最后这个呢 是我下载的图片呢 我给它一个随机的文件名 所以说今天呢 咱们用到这四个库 好不好 OK 马上安装 我应该是一边安装 一边给您说啊 因为它安装的 稍微花一点点时间 不过看起来 我今天的网速还算不慢 是吧 清一下屏啊 看一下 还算不慢啊 装上了 做完之后 稍等 我本地建一个out文件夹 为什么叫建out文件夹 是因为我一会儿下载到图片 都准备存在这个out文件夹 好 咱们建一个 好 建完之后 再清屏 然后怎么做 大家看 今天的主人公来了 咱们的闷点 Jazz 咱们看看 代码 我可以给您一点点讲解 这是我一行一行编出来的 咱们先掩用几个共通的包 这个没说的 这个地方 咱们采用 今天采用的是 PlayWrite里面的 Chrome的核心 Chrome头 好不好 然后这个Chair 没说的 一会儿下来图片 然后随机声称一个代码 这都没有问题 然后这个目标网址 今天咱们就爬这个网站 行吧 OK 是这样 我今天把这段程序 做成大家通用的程序 也就是说 您拿到我这个程序之后 您只要改目标网址 这个变量 您可以爬任何有图片的网站 就算它后装载 您也能爬到 好不好 所以这个 我们把网站的 可调试 或说可修改的部分提出来 下面代码您都不用动 您就改这一行 您就能够爬到各种各样的网站 好不好 一会儿咱们试一试 接下来 大家请看 这是一个异步函数 干什么呢 就是说 我这个地方传进一个图片的URL 然后你把URL这个图片 给我下载到本地 到本地的奥特软件夹 对吧 让我这随机起了一个文件名 这都没说的 对吧 OK 这块咱们过 这不是今天咱们的主人公 好 再往下 Run 来了 大家请看 我这声明了一个浏览器头 是Kulomb核心的浏览器头 但是 这个Highlights 这个五头 我生Falls 也就是说 咱们会看到浏览器 好不好 一会我运行时 会看到浏览器 浏览器会打开 然后默认延迟100毫秒 启动 好不好 OK 然后大家请看 咱们这声明一个页面对象 然后访问咱们要爬取的网页 好不好 然后大家注意看 这个地方 非常重要 我等待三秒钟 我等待什么 对 我等待网页初始化 装载完成 这个地方 如果您在本地调试的话 您的网络状况如果不好 你这地方可以说 等待 比如说五秒钟 等待十秒钟 都是没有问题 OK 因为我今天的网络状况应该还可以 所以说我等待三秒钟 等待完之后 这行命令 我还不算完 还不算完 我等待三秒钟之后 我把我的网页的鼠标 或者说把整个网页的视图 移到整个画面的最下方 为什么 因为它有的网站 你显示什么内容 它就装载什么内容 画面下方图片并不装载 对吧 所以说我把我的视图往下移 让它把整个网页走完 然后大家请看 我又等待三秒钟 那么当咱们网页的视图到网页最下端的时候 然后再等三秒钟 几乎它网页上所有的图片都会被装载完毕 对吧 装载完毕之后 往下看 我能获取到咱们真正获取到咱们解析后的HTML内容 那么咱们所需要的ImageTag都在这个内容里面 OK 然后我用ChairIO装载网页内容 然后用循环把所有的Image标签解析出来 然后在这个地方取到Image标签里面所有的SRC的属性 然后在这个地方大家请看 一步下载 下载完之后 关闭路远器 大家请看代码非常的简单 对吧 却实现了 咱们可以抓取那些个不让咱们抓的那些个图片的网站 咱们能把它抓下来 好不好 咱们马上实验一下 哎呀 咱不能光动嘴皮子 那马上跑一跑 别吹了半天 结果没抓到 这就坏了 咱们试试 拷贝一下 然后咱们这建一个man.js 好不好 把我的代码拷贝过来 OK 存盘退出 然后看一下 OK 那我现在可就要运行了 因为它会显示出一个clom的窗口 咱们大家注意看 马上开始 Go Nodeman.js 大家请看 开标准器 访问这个网站 装载图片 等三秒钟 然后呢 把咱们的可视视图移到网页的最下端 再等三秒钟 然后抓取 大家请看 抓取的图片都在这列出来了 对吧 说什么咱们抓到了 咱们进这个out文件夹 清一下屏 ROS 大家请看 这些都是咱们抓到的图片 咱们呢 看一下啊 我给您看一下啊 大家请看 我这正好开了一个mywork 然后是out文件夹 大家请看 这些图片 就是咱们抓到的图片 这都是它什么图片 这都是 我看看啊 这是它这个页面里所有的图片 怎么就没有咱们想要的那些个 那些个美女都在哪呢 我看看啊 拍下去啊 这这些都是美女嘛 对吧 这美女有点上岁数了 好 那请看 是不是 咱们是不是爬到了这些个美女 一般来说 咱们如果不用这些个后装载 等待它装载的技术呢 咱们是爬不到这些个美女的 今天咱们把这美女都爬下来了嘛 对不对 OK 其实是这样 我把这个 把我这爬到图片删掉 其实是这样 我的这段程序 刚刚跟您说了 不仅可以爬美女 可以爬 可以爬任何的东西 都可以 怎么爬 咱们试一试啊 比如说咱们在 咱们开一个Google 对吧 Google呢 咱们在这里面搜索一些图片 咱们再爬爬看 好不好 比如说 咱随便说吧 送个Java 可以吧 然后咱们点到这Google图像 大家请看 Google这些图像 可是也都是后装载嘛 它不是前装载 也是后装载 其实咱 咱别收扎吧 咱就搜美女 不管了 好 那边咱是美女爬出 咱们就搜美女 大家请看 这个缺失 必须要有美女 咱们就爬她 怎么爬 大家请看 咱们就在现在这个状态下 把这个URL 直接拷贝 好不好 拷贝完之后 我刚刚跟您说 直接进入 稍等 清一下屏 直接进入我的 问.js 然后就把这个Target URL这个行代码改掉 就可以爬去 咱们试一试 大家注意看 拷贝 存盘退出 清屏 然后注意 今天真的应该是爬到美女了 咱们注意看 Go 打开榴弹器 图片出来 等待一会儿 居然还有深田公子 拉到屏幕最下方 再等待一会儿 长泽亚美 开始爬 应该是爬到了 咱们看一下 大家快看 是不是爬到 好像还有这个谁 还有这个 现在国内挺知名的 他叫什么 不是他 我忘了 现在国内的一些明星 我叫不出来 大家请看 是不是咱们爬到了 一些美女 OK 咱们用这个技术 不管你是前装载 还是后装载 咱们都可以爬到 您说不是吗 OK 以上就是今天给您分享的 小马的代码的内容了 应该不是很难 有兴趣的朋友 您可以去下载尝试一下 我的代码都会分享到 我的小马部落的技术专区 好不好 OK 那这期视频就给您分享到这里吧 感谢您的收看 咱们在今后的视频 再见吧 拜拜